中文文博士 物理治療師 鍾慧文博士 滑雪 滑雪後馬拉松 但踩單車就簡單很多 不用飛 要早三四個月 要熱熱練習 明天我們約齊一群朋友 去踩單車 張嵐隧道開了 我們前面在橋上踩單車多開心 再不是就大埔 整個沙田大埔這樣踩 其實你知不知道 長時間在沙田單車徑 長時間6天都駕駛著白車 一架換一架 一架換一架 其實每一個星期 因為單車意外要入醫院的人 是數不勝數 但都是一家大小 大眾也是單車交往事上 今時今日踩單車都頗專業 單車越來越漂亮 有甚麼危險 但單車其實很合家歡運動 所以甚麼水平都有 可以看到有些人踩得很厲害 有些人踩得很麻煩 其實這些是很容易發生意外 我們經常都看到 所以單車意外也不是簡單 很多時候它並不是被滑雪 或者踢球運動的危險性低 因為我們經常都看到 我剛剛早一段時間才做了兩個朋友 是因為同一個禮拜 一個在大嶼山 一個在沙田 因為在轉彎位突然轉出來的時候 有些另外的車閃進去 然後避一避 整個人跌落地 兩個同一樣都是團立骨 團立骨 最好笑的是兩位朋友 只是告訴我 不知為何會硬到位置 痛那麼久 我說你真的要照一照 一照便是裂了骨 痛得很厲害 當你跌落地下的時候 很多時因為單車的配件轉 或有很多欄杆 其實落的時候也無法硬 我想告訴大家 單車只是單車而已 我說真人真事 剛剛發生 就是我拍攝《野人老師》 我拍攝了一個ViuTV的劇 叫《野人老師》 Mirror和Stanley 我們在元朗一間牛譚美小學 已經荒廢了 我們在那裏做大本營 那裏去廁所公廁 是需要一段路的 要走十分鐘 那裏有單車 那天我看到Stanley 開廁所 回來了很快 我也來了 我是他老爸 我老爸要借車來 我要去 他說你小心 單車 一上去 一拿著單車 搞錯我踩過 單車未踩過 不知道那裏是暗斜 他就趕過 你一趕過 一趕過就衝過去 即是幾乎撞過去 即是整個牆 沒錯 因為你太看輕了 很簡單 你以為自己有踩過 但原來那單車其實不太聽 是舊 年輕人自己懂得管理 我們老人家手腳真的慢 幾乎撞過去 很害怕 我差一點 大家湧過來 是差一點 好像你這樣說 真的撞過去 我第一件事 撞到牆 第一件事 就是 我忘記怎樣整適 那個壁力 很多人都忘記 然後我就用手 上去 一手 如果我真的觸話這樣 那就再見了 手這樣埋牆 大部份跌落地下 意識都是用手去保護 你保護到這些地方走不掉 很多時候斷骨 甚至我有個朋友 剛剛才問完我 很多就是落地落得不好 拉傷 這三角軟骨的位置 很多這些位置痛得很厲害 不要小看 很多時候破損了 真的要找醫生 甚至檢查清楚有沒有需要做手術 我自己叫做不知頂 不自量力 我想問大家 大眾踩單車一家大小 其實他們要注意些什麼 其實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剛才也說得很對 有很多朋友因為他踩的時候 都是租車 他對單車的性能 就不是很熟悉 另一件事 其實也要知道很多交通的規例 我相信如果大家一起玩 都不會知道 原來踩單車的時候 要怎樣讓路 怎樣避免受傷 甚至另外一件事 很重要就是戴頭盔 那些要合尺寸 其實很多人都不認識 你猜不猜不贊成 不要說鼓勵 我看到很多 很瀟灑的 戴個漂亮頭盔 戴個耳塞聽歌 很享受 有人搬你 你太投入的時候 真的會有事嗎 當然有事 其實我們踩單車的時候 要留意周遭的環境 或者有很多響號 其實你要明白 跟我們平時 出去駕駛一樣 自己發生意外 也該死 但有很多是撞著意力 你是完全預料不到 所以如果你再把自己的注意力分散 更加不是好 其實自己弄傷 該死 如果你弄傷到別人 其實說真的 是不負責任 所以我自己覺得怎樣都好 盡量都要全神貫注 或者有備而來去參加 對於單車的參加者 無論自身也好 對方也好 都是有責任 我記得你曾經跟我說過 例如踩單車 會分為有些勞損性 又或者創傷性的受傷 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任何運動創傷 基本上都分裂兩位 創傷就是一次過受傷 即是如剛才所提及 跌倒甚至撞擊 兩輛車撞 這些都是一次性的意外 或者中間做一些運動的時候 然後踩單車突然發力 一拉就拉雙條筋 這是我們為之創傷性 勞損性很有趣 勞損性就是有些動作 做一下沒有問題 一百一千下都沒有問題 一萬下開始有些事情 如果重複幾萬幾十萬 這些軟組織或筋骨頂不住 就開始出現病變 在單車裏面來說 我們看到很多踩單車經歷的朋友 他們很多時候 勞損出現在膝頭哥 腰骨這些地方 有沒有想過腰骨 踩單車也會有事 真的沒有 為什麼會有這樣 因為踩單車現在都很專業 他們很多都要向前彎 有些動作人做 所以我也是由我們受傷的朋友 跟我們說 其實每一部單車 裡面的Dimension 究竟有多高多低 條駕車很專業 因為這也是保持一個很姿勢的方法 我看到現在很多朋友 未必一定要去賽車 但是他們每一天踩單車 都成為他們除了跑步之外 另外一個習慣 所以剛才你提及過 剛才張關駕開橋 可能又多了一天踩單車 假如你每天都喜歡這種踩單車的活動 不要忽略了 要找一部適合你的單車 調適合一個好的高度 或者是長度 甚至上座位等位置都有機會出問題 當然你放在道路上 一直保持速度或者長度 其實對身體度是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本身這種運動 是非常好的運動 玩得開心一點 在過年的時候 是正確的 一家大小的踩單車 但是聽博士說 做好前面的預備功夫 玩得開心 真的可以大足有在單車交易上 在此希望大家有愉快的新年 玩得開心一點 喜歡這條片的同學分享出去 訂健康蛋 上加我們的APP 按鈴鐺 但是還不能 還有 這是很多我這同輩的朋友 經常拉我去 但我經常都不敢去的運動 因為這運動很害怕 和一群人去行山 走到一半要走嗎 下條片我們說 行山要注意些甚麼 這個行山真是太流行 下條片見